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22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47.79,收盘价是239.20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9.44,最低价是在236.83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3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 也在前一日K线最低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8740.39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78倍量缩 K地址 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下行走势在继续增强 MACD,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下穿了慢线 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开始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7月19日生成的这根K线 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横盘后的向下突破中 那当日的这根K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呢,上方在5日均线值附近是遇到了压力 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下 那么下方是在237这个位置遇到了支撑 那最后呢,股价是收在当日K线的底部 那也就是说收盘价跌破了前一个交易日K线的最低 那么当然我们说也跌破了之前我们定义的这个横盘区域 就是这根清停线的最低是在246这个位置 还有上方的265 那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横盘区域 或者说是向上或向下突破的重要标志 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246 那也就是股价目前是选择了向下突破 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的一个下行 那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 因为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实体长红K线 它的成交量是量缩 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不发生反弹 我们认为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带量的一根下跌的一个继续出现一根实体长红K线 好 那么反弹的条件 我们认为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股价不跌破前低 也就是237 或者说是不跌破233 我们认为只有出现这两个可能呢 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 那当然我们说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33和20均线值 好 那这是我们对K线信息的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 我们对7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 收盘价在237 在这个位置或者是在235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 收盘价会在258附近 实际在7月19日收盘价是在239.20出现了下行 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行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 同时当日的走势和收盘价的性质也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 日后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 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 对于7月22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依然是233 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确认目前的空头趋势 上方是有了头头低 下方再出现底底低 那么股价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 那在到达233之前 7月19日这根K线的最低237将会成为一个支撑 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77 那跌破了233 目前我们说233这个位置是一个强支撑 因为在7月22日 二市均线值会到达233这个位置 所以目前这个位置是一个强支撑 然后呢 接下来新生成K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 是在217 或者说是这个缺口 都是股价继续下行的强支撑 这是我们说的 在到达177之前的两个重要的强支撑和标支位 好 那一旦177倍跌破呢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8 好 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 上行 我们缩小这个图 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依然是271 因为目前股价只有占上217呢 我们说才能继续恢复这一波涨幅的多头趋势 所以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 那在到达它之前 现在7月19日这根K线的最高250附近 还有上方从258一直到265 那么这两个位置或者这三个位置 都是股价在到达271之前的强压力 好 那么如果271如果被占上呢 那接下来的目标不变 依然是上方的这个300关口 然后是314 好 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走势的分析说明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7月22日开盘之后 当日我们的要关注的位置 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50 也就是股价在这个地方 如果预压而出现反转向下呢 会收低 实际在7月19日呢 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了7月22日 我们要给出的观察线是在237 也就是7月19日这根K线的最低 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 好 那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只有在这条水平线上方运行 我们认为股价呢 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 否则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 甚至是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的红K 好 这是我们关注237的理由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K线图 好 周K线图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7月15日当周生成的这根K线 这是一个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我们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 较前一个交易周是有量缩 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KD值啊 快线是继续下行 双线趋于合拢 MACD呢 现在是双线是继续上行 然后呢 再次出现略长的绿柱 所以从MACD上看 目前在周K线图 股价还是在多头趋势当中 但是从短期的走势呢 股价是出现了下行 那出现这样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K线啊 虽然是量缩 但是当周的成交量较之前还是较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方是有压力的 那股价呢 收盘价还是收在前面这根十字线最低的上方 那前面这根十字线啊 它实际上是一根休息的K线 那么 接下来一个交易周 生成的K线并没有出现向上突破或者向下突破 所以呢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根K线 它还是处在一个横盘的位置 那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 出现量缩的这样的K线呢 股价在接下来的交易周是很容易去测试下方的物均值的 那也就是说继续出现下行而突破这根十字线的最低 也就是233 对 那依照这样的K线信息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这样一个走势 如果是反弹呢 我们也认为除非是有多头力量的出现 那么反弹目前的压力就是这根红K的最高 是在250这个位置 这是目前是265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现在是股价能否反弹的一个重要压力 好 当然还有这根红K的中线是在250附近 它也是强压力 好 那这是我们对周K线图 K线信息的解读 那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一个交易周 我们给出一个预测的走势 那在之前我们给出的是 前一期我们对周K线图解说 在7月15日当周 当周如果收高是收在260附近 如果收在低位呢 是收在225附近 当周我们要关注的是233 那么到了7月22日当周 接下来一个交易周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上行 如果出现反弹收盘价 我们仍然认为可能会收在260附近 如果出现下行呢 那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跌破五均值 而收盘在220附近 我们调整一下这条水平线 到220 好 对 那也就是如果股价收低呢 我们认为会这条下行趋势线会成为支撑 然后股价会收盘在220附近 那当周我们要给的观察位呢 不变 我们依然关注这根十字线的最低233 因为股价只有不跌破它才有可能 或者在接下来的交易周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 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 否则那么股价会出现下行的走势 好 我们继续回到日K线图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那目前呢 我们有一个55%的多头仓位 最后一次加仓是在7月9日收盘价 那这5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14附近 在这个位置 那么 在7月18日我们是给出了停力出场 然后呢 到了7月19日收盘价是在239.20 那在这个位置我们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清停线最低245 246这个位置 那么它也是一个停力的一个位置 所以目前股价到达了239.20呢 我们继续给出停力出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 好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想停力出场 想继续持有 等待做多 那么 到了7月22日我们给出停力的位置 实际上和止损的位置已经重合了 就是233 也就是到了7月22日股价如果跌破了233 应该即刻停力和止损出场 这里我们指的止损呢 是指的对多头的止损 而不是对利润的而不是对这个成本的止损 因为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14这个位置 好 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 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7月19日这根K线的最高 在250还有上方的258到265当然还有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271那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233不仅要回补这个缺口啊要跌破我们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目标还有要跌破20日均线值 这是目前空头的目标当然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回到这条趋势线的下方216附近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2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呢 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 谢谢大家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呃五日均线值是从246到247之间 然后第二个啊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50附近 他也是前一日K线最高这个位置 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一个区间是258一直到265 第四个压力位就是271 是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一个目标 好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一日K线的最低是237也是这条观察线 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233 第三个支撑是216 是下方这条趋势线和当日K线的焦点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7月22日股价的预测 我们预测在7月22日很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 因此我们会给两个位置 一个是横盘向上 一个是横盘向下 好我们先来看横盘向下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0 在这个位置 下方最低会到达232 然后收盘会收在238附近 那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 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0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 另外一个可能横盘向上 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8 上方最高会到达246 在这个位置 然后收盘会收在240附近 那出现横盘向上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8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2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